夏天或者是冬天啊 我想女孩子最討厭的就是洗頭髮跟催頭髮的 然後今年秋天其實出了很多標榜快乾素乾的 那種高風速的吹風機 那我想問一下Nicole啊 像你們髮型師在Salon裡面用的那種專業的吹風機 通常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就是第一個就是一定要風溫度夠 然後要冷風或熱風 要三段可能冷風、溫風、熱風 然後風速也要集中 這是我們專業的髮型師必須的一個吹風機 標榜快速吹乾的吹風機啊 其中有一支是這一支 就是來自韓國的UNIX的AIRSHOP頂級負離子吹風機 那我覺得這一支真的型很漂亮 就是也是跟一般的吹風機的型比較不一樣 然後它這支屬於Salon專用版的 所以也可以標榜非常快速的吹乾 那它的按鍵上其實有三段的冷風、三段的熱風 其實也很符合就是Salon髮型師要用的那種比較專業的功能 然後還有負離子的按鍵 然後其實它最厲害的有一個很厲害的鍵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按鈕一按 它的這個吹嘴其實會變 然後還有一個很智慧型的設計 就是如果你常用某一種功能 比方說冷風是什麼鍵、熱風是什麼鍵 它關機之後下一次再開 它就會記憶你上一次使用的那個功能 所以就是很貼心的主人功能鍵 對像我剛剛我用了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是因為它的那個風很集中 然後我要吹髮跟輕輕一吹它就站起來 然後風速又夠 所以你很懶的人你非常適合 因為這樣隨便吹一下它就乾了 那我想要知道像通常髮型師啊 都會希望就是我們洗完頭髮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要吹乾頭皮 對 那所以如果我們要用吹風機來吹頭皮的話 大概有什麼什麼樣的技巧需要注意的呢 像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把頭髮梳開嘛 讓髮流歸位之後 那你也洗完頭不要就是一定要馬上用梳子把它梳筍 不要說毛巾包著拆掉 你這樣去吹乾的時候 它很容易髮流就不是原本的樣子 而且吹完可能髮流全部都往後跑 然後就沒有修飾到臉型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頭髮梳順之後 然後風逆著吹 由下往上逆著吹 整個吹就是整個頭皮都吹 髮根站起來之後你要怎麼撥它都比較好撥 再來就是我們在吹髮中髮尾就順順的吹 然後我覺得這一支是溫度很夠 然後風速又很強 所以髮根蠻容易撐起來的 像第二支的快乾吹風機我想要介紹這一支 就是來自瑞士的Valera無刷水護色吹風機 所以像一些比較頂級的吹風機 大部分都會利用這種無刷的馬達 那這個品牌其實它號稱它自己是全球第一支使用無刷馬達的 其實最厲害的是水護色的功能喔 那我想要問一下NICO 就是我們染完頭髮就是很容易掉色 我們可以利用吹頭髮的時候 讓那個染色比較掉的比較慢嗎 很多人因為吹頭髮或夾離子夾等等熱工具熱傷害 它的頭髮就馬上又退色 尤其漂過的頭髮 所以它這一支吹風機可以讓你不會有退色這個問題 它可以護色 那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要不然染頭髮那個顏色維持久一點CTG也比較高 對 你就不用一直在染 那像這支吹風機 其實我覺得後面這個也有點妙 這什麼東西啊 在家裡不管在家裡或在沙龍的時候 它常常你會這樣吹然後又卡住 然後它這個東西就是讓你不要線這樣纏在一起 它可以自己一直不斷的會幫你調整到正確的位置 那如果我們在吹就是自己洗完頭髮在吹乾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哪些手勢或者是一些方法 可以讓我們頭髮的顏色維持再久一點呢 如果你是漂得非常淺 像灰色啊或是那種粉紅色啊粉色系 你的溫度可以先用中間的不要二的地方 不要用到三 因為三可能就會是最燙的 所以你可以用二的溫度去吹它 你頭髮染得很淺 不要用很熱的風去吹 對會建議而且你頭髮如果很細 或者漂得已經都快斷掉了 先用中間的溫度會最建議你這樣做的 那第三支快乾吹風機我想要介紹的就是這一支 白色的造型感覺很復古的Mouse Hair吹風機 它的名字叫做高風速吹風機 也是標榜那種很快就吹乾 那我覺得這支滿厲害的地方是 它的價錢是滿便宜的 大家都可以就是滿好入手 那其實這支吹風機還有一個我覺得 非常人性化的設計 就是它的這個後面有一個 其實有一個就是有點 好像是一個護條 它其實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讓你摺完之 可以稍微摺一下 放在桌面上 打開來 你就不用拿吹風機 你就是直接這樣吹 因為我覺得對於男女生來說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 而且它這樣子 你還可以順便擦臉 然後順便吹頭髮這樣 有人幫你擦著 這個也裝一下臉嗎 對 對啊 可是另外啊 其實我覺得日本人真的很貼心啦 就是它的這個吹嘴 就是一般的吹嘴 可是它還有一個 我覺得講得很奇妙的一個吹嘴 這個吹嘴是要幹嘛的啊 它是一個祕密武器 它就是 因為很多人可能對你來講 拿一個元素又拿一個吹風機 要去吹你的頭髮任何一個地方 你會覺得很麻煩 然後呢 它就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 譬如說我這個短瀏海 然後呢 你可以開E就好了 因為吹瀏海的時候 你開太大可能會閃開 然後呢 你就把頭髮輕輕的拉順 由下往上撐住 然後畫一個拋物線 這樣往下吹畫一個C 你的頭髮就會有一個膨度 整個膨起來 現在不好看對不對 我們往下再抖一抖 它就剛好是我們要的弧度 或者你出門的時候 它就剛剛好 然後它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它這個濾網 它是在兩側 比較不會在這裡的時候 會有一個風在那邊吸住 它不會影響到你 我覺得它滿貼心 而且滿復古的 最後一支素乾吹風機 其實我是也超期待的 就是這一支Panasonic奈米水梨子 吹風機 因為像之前 酒吧在台灣上市的時候 就造成很大的風潮 去年日本上市了99 台灣沒有進 今年台灣要進99的進化版 就是9A 我覺得 好啦 Panasonic還是一個算 就是很好吹 吹完頭髮很滑順的吹風機 因為它的這個有名的豬鼻子的吹嘴 它好像是把強風跟弱風的差距 拉得更大 所以它可以大概比98的吹風機 吹乾的速度可以再快15% 所以也是很快乾的吹風機 另外就是它還增加一個功能鍵 叫做這個Care 這個Care功能鍵其實是幹嘛的 是專門來吹髮尾 吹髮尾功能的這個功能鍵 其實我也覺得很好奇 日本人怎麼這麼貼心啊 連吹髮尾都要有一個特殊的模式 我想問一下Niko 為什麼吹髮尾有很重要嗎 因為通常 髮尾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大家的髮尾都一定是受損的 比較多 除非你沒有染燙 但是沒有染燙也是有這個需求 是因為可能會有自然捲 頭髮會毛躁或斷掉 你就可以用這個Care這個功能呢 去吹它它頭髮就會增加那個 很像你抹了那種精華液的護髮油 讓你有那種水分斷一斷的感覺 那像我們很多女生都希望髮尾有一個彎度 那我們在用使用吹風機 想要吹出這個彎度有沒有什麼技巧 很簡單就頭髮分成一半之後 往內捲邊吹邊繞 就這樣邊捲 像麻花捲這樣子邊捲邊繞 然後風是由上往下這樣繞 如果你想要讓頭髮膨一點 你就角度抬高的去繞 如果你的頭髮已經夠膨了 你就順順的往下吹 角度不要那麼高 由上往下 然後風也是由上往下這樣一直吹 從濕的時候吹到乾 你的頭髮就可能會有一個 微微的C 看起來會比較柔軟 然後又會有斷一斷的感覺 你就是很喜歡這個護理的味道對不對 你上次有說 對 有看我上一集的朋友就會知道 我多喜歡那個富麗芝的那個味道 會讓我想到 在媽媽肚子裡面那個感覺吧 那我知道吹風機 除了有富麗芝的味道 你還有其他的妙用對不對 對 因為像我自己 我一定都會吹乾頭髮洗完頭 而且我都每天洗 吹風機我會去吹我的太陽穴 這兩側 然後跟風池 我這裡會加強 然後因為頭會很容易痛 或就是循環卡在這裡 然後我就會用這種熱風去吹 吹這些讓我的循環可以好一點 真的很有效 如果你頭痛 或坐月子的朋友 你們可以多吹一點 真的吹乾你的頭皮會比較舒服 很像被按摩過的感覺 這是認真的 所以真的 就是女生們就是 花一點錢投資一個好的吹風機 其實真的不錯 吹乾頭髮很麻煩嗎 其實只要掌握幾個關鍵步驟 就可以吹出蓬鬆的天使光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我身邊有好多好朋友 都在吹頭髮的時候 出現許多錯誤的動作 到底應該用吹風機 如何吹出漂亮跟蓬鬆的髮型呢 我邀請到髮型師LOOK 一起來幫大家解決 像每次洗完頭髮 要把頭髮擦乾 大家都習慣用毛巾 可是啊 大家都是用摩擦的方式 把頭髮擦乾 其實這樣子是很錯誤的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頭髮在濕的情況之下 毛領片是張開的 這個狀況之下 其實頭髮也是脆弱的 如果你用毛巾去摩擦它 其實會導致頭髮的毛領片受損 那你吹乾的頭髮 其實不會有任何的光澤度 也會很毛躁 所以我會建議在吹頭髮的情況之下 第一步就要先用毛巾 把水分壓乾 然後再藉由吹風機跟正確的手勢 去把毛領片撫平 然後這樣你吹完的頭髮 就會比較有光澤度 那我們把頭髮壓乾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進行吹頭髮的動作了嘛 對 那像上次在我們Vogue的粉絲調查裡面 其實最多最多粉絲的問題是 他頭髮怎麼吹 都是很扁塌 不蓬鬆 那這個應該到底要怎麼吹呢 台灣很多女生頭髮扁塌的時候 都會怪可能是天氣太熱 容易出油 然後會是頭髮太洗 但其實頭皮沒有吹乾是一個關鍵 而且我覺得台灣女生有一個錯誤的 那個吹頭髮的習慣 他們很喜歡在洗完頭的時候 就用毛巾把頭髮包起來 然後導致就是髮根其實水分被吸乾之後 髮根已經定型了 這個時候不管你怎麼吹 他都不會碰 所以其實正確吹頭髮 一定要把頭皮吹乾 而且我覺得頭皮吹乾才是關鍵 可是啊很多人就是用吹風機 一個溫度吹到底 就是從頭到尾都用很熱的風吹吹吹 這樣子用很熱的風吹頭皮 頭皮好像就會更油 然後呢就會再冒出更多的油 這樣子頭髮又扁塌 就這樣子不斷的惡性循環 對 因為一支吹風機啊 通常都會有熱風 溫風 冷風 還有不同的風速可以去做調節 如果家裡面沒有針對吹頭皮的按鍵 我建議可以使用溫風來吹頭皮 像我手上這支吹風機 它就有提皮的按鍵 它可以吹出恆定57度C的溫度 很適合吹乾頭皮 那我們另外的要搭配什麼樣的手勢 才可以讓頭皮更快吹乾 我建議女孩子的手可以像 就是這樣圍張 然後像梳子一樣 那我們進去的時候啊 其實可以藉由手指的寬度 跟直縫之間 然後我們用按摩的方式這樣去吹 其實吹完之後你就可以達到一個完美 而且也比較自然蓬鬆的髮型 像我頭髮是天生比較直順 所以我在吹乾頭髮的時候啊 我都會用吹風機一邊吹一邊往下拉 這樣子頭髮其實吹完之後我覺得就很直 可是我覺得它就會相對之下 就會變得比較死板比較扁塌耶 那其實這樣手勢是錯的嗎 對其實吹頭髮就是有一個正確的方式 像我會建議女孩子在家吹頭髮的話 要逆著髮流吹 逆著髮流吹那是怎麼吹啊 比如說像吹前面的話 我們剛剛教的嘛 手指頭要張開 但逆著髮流的話 因為頭髮往前長 我們就要把它往後吹 那最重要的是後腦 後腦一定要膨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交叉 把右邊的頭髮往左邊剝 那左邊的頭髮你就要往右邊剝 所以不是一直往下剝對不對 因為往下剝它就會 因為其實往下剝有一個重點 你剛好不容易把頭髮已經撐鬆了 對 但你如果再往下吹的話 其實你又把它吹扁了 對難怪 難怪頭髮扁它沒有光澤就是這樣 對 所以其實吹頭髮真的有很多 小細節跟小步驟要注意 像你剛剛教大家 就是吹頭髮的手勢很重要 可是我知道現在市面上 有很多吹風機都超厲害的 像是標榜大風速可以快速吹乾頭髮 或者是加了什麼奈米水離子 或者是膠原蛋白 到底對頭髮 吹出漂亮的頭髮有多大的影響呢 對 剛剛其實我們提到 吹頭皮要用溫風 那其實吹頭髮的溫度就要高一點點 可是吹頭髮的溫度拿捏非常的重要 它如果你太高 其實很容易導致頭髮的養分流失 而且又加上頭髮其實用蛋白質所組成的 如果溫度太高啊 其實它就導致你頭髮的蛋白質流失之外 那你吹完的頭髮其實就不強忍 很容易斷裂 然後也不會有任何的光澤度 現在其實市面上非常多的吹風機啊 它標榜著感應科技 它可以針對就是外面的環境 做出溫度的調節 但其實吹頭髮我們針對的是頭髮 不是外面的環境 所以吹頭髮的溫度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真的一隻吹風機可以針對頭髮的溫度 不斷地去調節它的溫度 那應該是很高價位的吹風機才有的功能吧 其實不會 因為像我手上這隻中價位的吹風機 它後面就是有一個智慧溫控的按鍵 一個紫色的符號 對啊 那其實它這個智慧溫控的按鍵 它可以提供吹風機吹出50到60度的溫度 非常適合拿來吹頭髮 而且它一秒可以偵測頭髮30次 做出溫度的調節 所以你吹完的頭髮也會比較有光澤度之外 你在吹頭髮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不會導致頭髮的蛋白質水分流失 哇 這聽起來蠻厲害的耶 對啊 你要不試試看 好 我來試試看 就是把這個打開來嗎 對 好 我覺得蠻神奇的耶 因為我剛剛在對一個部位一直吹 它的溫度真的有變涼耶 真的有幫我把溫度降溫 讓那個溫度不會過熱耶 對啊 那我幫你整一下頭髮 而且你知道它其實可以針對你不同的髮質 去做出不同的溫度的調節 所以它可以針對頭髮的溫度去做調節 也可以針對不同的髮質去做調節 對 是不是很厲害 蠻厲害的 不要以為這樣的溫度會花很多時間來吹頭髮 只要搭配正確的風速 溫度 以及我剛剛教的手勢 就可以在整個吹頭髮的過程當中 是舒適不過熱的 而且同時可以保有頭髮85%的水分 可以讓頭髮呈現柔軟 保濕還有天使光 但記得吹完頭髮一定要用冷風定型 這樣髮型就會更持久 像吹風機啊 除了吹乾頭髮之外 應該還是可以做出一些微造型吧 像啊 我就發現最近啊 有好多這種很流行的這種 很浪漫的這種微彎的瀏海造型 你覺得可不可以做得出來啊 當然可以啊 那要怎麼做呢 其實吹風機很重要之外 那元素也很重要嘛 要有一個造型的元素 那其實像模特兒的話 他的瀏海是位於顴骨的部分 像很多女生的頭髮都是這種長度過度期 對 其實非常的困擾嘛 那現在含牛又必備一定是要中分 有一點S 微彎 那其實我就會建議就是用元素 然後吹出一個就是S的髮型 可以中分 那它落下來的彎度 剛好在顴骨 其實可以修飾女孩子很在乎的顴骨的位置 如果顴骨過高的人 剛好那個彎度打在這邊就會看不到了 對 就會很漂亮 然後就可以達到你剛剛講的 就比較含牛感的髮型 所以元素要怎麼去繞那個瀏海呢 通常我們會建議女孩子 因為很多女孩子會有一個問題 一手要拿吹風機 一手拿元素其實會很K 那其實可以先把瀏海的區域分好 然後我們用元素卷完之後 再拿吹風機吹 一個步驟一個步驟來 對 因為你們不是髮型師 沒有辦法像我們可能站著 幫你們同時操作 對 但我就會建議女孩子在家 其實很擔心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元素先把瀏海的區域分好 然後卷完之後再搭配吹風機就可以了 那瀏海要卷幾圈就看瀏海的長度對不對 對 那相對的元素的大小選擇也非常的重要 對 如果是比較長就是比較大的元素嗎 沒錯 那你吹出來的話你的彎度也會比較膨 那如果我在吹瀏海的時候我頭髮需要打濕嗎 還是直接乾吹 通常會建議有點半濕的狀況之下 去做造型會比較好 對 因為如果你全乾的話 代表你頭髮已經定型了 如果你在加熱吹風機的話 其實某種程度上 你會讓頭髮的水分再度流失 對 所以如果我們在吹這個瀏海的時候 搭配這種五六十度的溫風調節控制 其實也可以吹出一個很漂亮的彎度來 而且也會非常的有光澤 今天我們用吹風機教出大家如何吹出健康有光澤的漂亮頭髮 以及一個寒妞系的微彎造型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掰掰 我們在這一下 也會示範一下 你怎麼會說 我和他我一招待 我甚麼時候先坐在這裡 在這裏裡 有哪裏 那麼有個人的一個 妳們看到這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